台南市向阳诗子会成功诗子会还有如意诗子会 日前在华林市长魏嘉贤的见证之下 把一批物资捐给华山基金会 还认购了中秋爱心关怀力 市长吴嘉贤特别感谢来自台南的社团 不远千里到花莲散发爱心 向阳诗子会会长吴钦岁 成功诗子会辅导会长林雍钦 现任会长杨中雅 如意诗子会会长刘成阳等人来到了华林市公所 他们带了纸尿裤、看护店、奶粉及冲泡饮等多项物丝 在市长魏嘉贤、艺人杜诗梅 还有相声大师朱德纲等人见证之下 由华山基金会受风爱心天使站的站长黄一婷代表接受 今天也是感谢杜诗梅小姐的引荐花莲最美的媳妇 最好的媳妇 她告诉我们其实在前年的时候 她就引荐了华山受风箱这个单位 然后就告诉我们说华山在 其实在相对来讲在东部这边的那个物资需求是比较高的 然后我们她长期在照顾华山的老人们 这个部分他们是比较辛苦一点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就是募集了我们自己的爱心 然后来到华山这边 然后也就由师美的引荐之后 然后她也很热心的跟我们一起参与了一些活动这样子 所以非常开心就是今天也很高兴我们的魏嘉贤市长 我们魏市长能够一同来热情赞予我们的活动 市长魏嘉贤特别感谢来自社会的力量 一起关心弱势家庭和社福机构 那今天要特别谢谢来自台南的我们向阳师职会 如意师职会跟成功师职会 那经由杜思梅我们一日站长的一个引荐 还有我们朱德纲老师的一个见证 那也看到我们花联一些弱势家庭跟老人家的一个需求 那特别把募的一些物资给了我们华山基金会 让华山的一些志工们可以来协助这些长辈在中秋佳节可以过好日子 那再次要感谢我们这么多有爱心的社团 也祈求社会大众能够一起共好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过幸福的日子 那未来花联志工所也会持续的来关心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那特别谢谢我们这些社团朋友们不远千里来到花联来捐赠这些爱心物资 华山基金会表示目前在花联照顾的独居长者有1200人 平常提供关怀仿式物资协助陪衣取药 代购生活物品还有年节关怀等服务 也欢迎各界可以共同来支持关怀独老的行动 这里会欢迎是报道